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 Laser 首先要让大家理解 Laser 其实这个是什么 Laser 其实是一个短形 它是一个很长的英文的文章 就是 它其实是光 其实Laser 的产生是什么原理 它的背后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物理 可是我简单地这样讲 其实它的原理就是 它从一个电子 从一个高能量的地方 去到一个低能量的地方 就是高能量去到低能量的地方 经过一个传导体 也就是Medium 所照射出来的光子 所以这个光子是同样的波长 而且它是平行的 我给你看看光波是平行的哦 哇 好厉害 所以插出来的就是 产生了这个Laser 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社会都会用到Laser Laser 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名字 简单来讲 从我们的这个生活 可能我们的Printer Laser Printer 或者是我们的Laser Pointer 或者是Laser的一些Top Light 还有就是我们在超级市场的那种 Barcode Scanner 也是会用到Laser 还有包括我们的工业的地方 工业的地方可能会用很多 Semiconductor 需要用Laser 来Cutting 跟Routing 的东西 还有一些是军事的东西 打仗的东西 也会用到Laser 包括医学上 也少不了医学上 在我们的医学美容 也是会用Laser 来改变皮肤的问题 所以今天 我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在医学美容上 所运用的这个Laser 也就是极光 或者是Laser 或者叫做光的 这个原理是什么 我想让大家明白 这个原理是什么 所以首先 在做Laser 就是说 在做极光 在脸上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要先知道 什么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改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首先要改善什么问题 我今天讲一个几个例子 可能让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 这个原理 比如说 可能有时候 脸上有斑点 所以想要改善那个斑 想要让斑斑化 另外一个可能是 有些人的脸上 有很多的微血湿 很多的血管 血管太多 血湿太多的话也是不好看 会让到一个人的脸 看起来很不均匀 就是颜色很不均匀 或者是颜色会比较红 或者是看起来 好像比较敏感 然后第三个 可能就是有些人的脸上 很多的毛发 所以毛发太多的话 他也觉得不好看 所以他要去除这些毛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脸上有很多的青春痘的凹凸洞 就是要做一些治疗 让凹凸洞减少 要让皮肤再滑滑的嫩嫩的那种情况回去 年轻的那种皮肤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 都是一些问题 想要改善的问题 我们所用的这个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 明白吗 所以在讲laser里面 就是要很注重的一个东西就是 它的波长 就是它的波长 就是它的波长 就是大部分我们做在医学美容的 这个波长的波长 它是以Nm 就是nanometer的单位来明明 它的unit 它的单位 所以当我们在做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它需要用不同的波长来针对那个不同的问题 就是斑是巧克力色 血管是红色 这样凹凸洞脸上的问题就是 基本上就是水分 就是要让水分吸收这个光 所以当一个斑巧克力色 它接触到什么样的波长的laser 它才会吸收 才会分解这个斑 就是你要用到对的这个波长 它才能分解这个斑 当这个斑分解过后 它在你几个星期里面 就会在你的皮肤里面的百水球消化掉过后 这样这个斑就会浅滑去 同样的原理 如果你要针对血管的话 它也是要用指定的波长 这个血管才会吸收这个波长 这样它才会分解 这样接下来你的血管就会越来越少 微细血管就会越来越少 面部也会看起来比较近 所以打个例子给大家 比如说我们要去除到斑点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选择的光 首先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的这个斑点是属于深层斑 还是属于表层斑 因为不同的斑点的层次 它接触到的那个光的 那个有效的那个光的这个波长 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先讲说深层斑 这个深层斑 它所针对这个深层斑分解 可以吸收到这个光的这个波长 是千多的 千多nm的 通常我们是用 1064nm的这个波长 也就是这个波长 当我们在用这个波长的这个 这个雷射做在脸上的时候 这个深层斑就会吸收这个光 当吸收这个光过后 这个光就会变成热能 这个热能它就会分解这个黑色素 也就是这个斑 当它分解这个黑色素过后 这个黑色素变成小小的 那个分解的这个体状的时候 它在几个星期的时间 就会被我们身体的那种 macrophage 也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好像我们的摆血球 消化到这些小分子的这个黑色素 这样消化过后 我们这个斑就会浅化 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斑 好像讲说表层斑 如果大家不理解什么是深层斑 什么是表层斑 可以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之前的视频有讲解到 这个如何分辨深层斑 如何分辨表层斑 因为表层斑跟深层斑的原理也是什么 在之前的视频有讲到 所以我今天就不会去cover到这个东西 再回来到我们的这个表层斑 表层斑它所接受的这个光的这个波长 又是不一样 大概500到600nm的这个光 当我们在做这个极光的时候 用500到600nm的这个波长 它就会针对这个表层斑 这个表层斑也就会吸收这个光 当吸收这个光过后它就会分解这个黑色素 通常表层斑 当我们做光疗的时候 它其实这个光照射在那个表层斑的时候 那个表层斑吸收这个光 这个光就会导致到这边会有一点点的微创伤 当微创伤的时候它就会开始 会形成一点很轻微的这个结痂 这种结痂是可能你会看到好像 它的颜色好像比较深一点点 它的斑的颜色好像深了大概30到50%这样子 可是它的结痂是摸不到的 就是很轻微的这种结痂 当这个结痂在用5天到6天的时间 它脱掉的时候 这个斑就会浅出去了 所以可以明白吗 所以表层斑接受的 就是所吸收的这个光的这个波长 跟深层斑的这个波长是不一样的 所以简单来讲 深层斑是用1064nm的这个光 如果表层斑是用500到600多 传统的方式是用532nm的光 也就是青色的光 然后比较先进的通常有些是 会减少那个修复期的 是用660nm是红光 所以660nm的这个红光 它会很轻微的分解 这个表层斑的这个色素 这个表层斑的这个色素 会吸收这个红光 过后它会进行分解 然后过后它的结痂是非常轻微的 然后那个轻微的结痂 5天到6天脱落 过后这个斑就会清除了 可以明白吗 所以讲到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讲血管 有些人的脸上有很多的血管 微细血管很多 看起来容易红 颜色不均匀 这样血管就是用什么样的 波长的这个雷射呢? 血管基本上它 Response to 500到600多的这个nm的这个波长 也就是说 这个500多到600多nm的这个波长 当照射在我们的脸上的时候 血管也是这个红色的地方 它就会容易吸收这个光 然后这个血管 这个微细血管吸收这个光过后 它就会进行分解 这个血管 这样它的血管 几个星期过后修复的时候 就越来越少 然后进行而改变到那个血管的情况 而且脸上的血管少了过后 其实一个脸的骨色就会均匀很多 然后第三个就是 当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有青春痘的问题 这样青春痘的问题 所留下来的痕迹就是很多的凹凸洞 这样凹凸洞很多人讲 凹凸洞到底要怎样去医治呢 要怎样去改善呢 其实凹凸洞也是可以用通过光疗激光 可以改善这个凹凸洞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皮肤有细胞百分之七十八些都是水分 如果我们要给我们的细胞 就是凹凸洞 再重生 它原理就是resurfacing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脸上有凹凸洞 凹凸洞其实就是你要做到这种激光 来让凹凸洞的细胞带有微创伤 它微创伤过后 它在重修它的肌肌的状况 就是在regenerate它的皮肤 当它regenerate重修它的皮肤的时候 它就产生新的细胞 新的细胞 它就会减少它的凹凸洞 也就是resurfacing 我们英文叫做resurfacing的治疗 这样它的原理就是因为它是针对细胞 细胞里面要怎样针对呢 因为细胞其实它的70%都是水分 当这个光就是这个极光 它800nm 也就是说81000nm以上的这个波长 它是针对水分 有水分的地方就会吸收这个光 然后细胞都是充满水分的 就吸收了这个光 它就会分解 就会导致到一些微创伤在这些皮肤的表层的细胞 当皮肤的表层的细胞有微创伤的时候 它就会刺激它重修 它就会刺激它修复 然后当它刺激它重修修复的时候 新的细胞产生的时候 它就会半换一个凹凸洞 通常用在凹凸洞的皮肤 要改善凹凸洞的皮肤的这个光 通常都是比如说好像 Factional CO2的这种Laser 它是用10600nm的 或者是Urban Yard的这个Laser 它是用2900多的nm 所以不同的光 不同的Laser 它是用不同的这个Wave length 也就是波长 当然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这个Laser 所以不同种类的Laser 是分对不同的皮肤的问题 所以我简单的总结 简单来讲 刚才我给的例子就是 像脸上的问题有 斑的问题啊 就是巧克力色的问题 还有太多血管的问题啊 可能会有凹凸洞的问题啊 或者是要去除那些毛发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要知道 是否要用什么样的波长的光 来针对什么样的问题 来分解那个问题 而有效的改善那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在医学美容的Laser 也就是极光 或者是光疗的最本质的这个原理 好 今天的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分享的话 欢迎点赞 还有分享我们的这个视频 你们给我们的支持 会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就是让我们需要再产生 再产生更多更有知识性的这个视频 让大家可以学习到更多东西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